台中街头上演了斗欧事件 一名灵犀男子一次跟人有战略纠纷 双方是相约谈判 对方找了五名朋友助阵 两人一言不合 男子遭到围殴 全身上下有多处的擦错伤 警方到场时 打人一方七言还非常的嚣张 不断的飙纳脏话 受到远警大声喝止之后 才乖乖就饭 任命男子围着一名被害人 拳打脚踢 刮不敌众 被害人被打在地上 痛苦哀嚎 对方还是不肯罢休 被害人完全无力招架 不断求饶 台中市晚间街头斗欧 民众募集拍下过程 同时赶紧向警方报案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 失望21名警力到场时 现场打人的一方气焰 依旧嚣张 甚至口出贵言 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一名女警当场大声喝斥 一群人这才举起双手 抱头 乖乖就范 警方调查 双方疑似有债务纠纷 因此三号晚间相约谈判 对方料来五名友人助阵 过程中一言不合 70年次的灵性被害人 遭对方六人 围殴痛便 被打的灵性男子 全身多处查错伤 被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打人的六人 全被带回征讯 讯后依妨害秩序 以及伤害罪嫌 依送法办 谢谢我们的洪建民 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